你好 二位 吃点什么 情侣套餐 今天正赶上咱们影城五中年电庆 特别举办了一场一天情侣专场活动 只要您二位在镜头前拍下一张 笔心的甜蜜合影 就能免费地获得情侣套餐一份 还有小礼品赠送 您看您二位要参加吗 不要了吧 干吗不要啊 是免费的是吗 那呀 要 那二位这边请 你会不行吗 当然会了 来 二位准备好啊 一 二 三 二位 姿势补队 咱们再来一次好吗 再来一次啊 来 一 二 三 先生 是两位一起比一颗心 好好好 来一次啊 一 二 三 谢谢您啊 志军哥 怎么帮我 这么说呢 其实你真的 你这份孝心 真的特别打动我 你真的好孩子 走走走 我送你回家 不用 我住得不远 我走回去就行了 你得了 你这 这么黑的天你不安全 我送你回去 你等 等一下 怎么了 嘴 有点干 有点干 干啊 没事 这 干就行了 你这开了一天会了 又没喝水 肯定干呀 给 我这儿有唇膏 磨一点 谁用这个 他大老爷们从来不用这个 我不用 给我你投一下滋润一下 快 行 行吗 这 怎么用这个 够 够 够了 这 有点 有点就行 行 给 爸 赶紧了 看看 你这不行 走走走走 你别动 别动啊 得突厚一点 你看 我 我刚 你试一下 怎么样 不太适应 好多了 行 那 我先走了 别啊 送你吧 不用 你小心点啊 安全到家给我发个微信 那好孩子 看照片拍得怎么样 我们俩还挺般配的 狼才女貌 回头我把这儿捡成新型 贴带副驾驶的座位车 贴那儿干吗呀 告诉所有人 这是我女朋友的专属座位 你看 我好爱 你这边 别说 好 哎呀 这孩子 不会过日子 开着灯就走了 你怕的还挺干净 大医生 还挺干净 张燃啊 那个清风现在下班了吗 徐阿姨 清风下班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没在一起啊 这小子 快回来了 行 我赶紧给他做饭去 大医生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家 我家 这是我儿子的家 你儿子 怎么是你家 你要干吗去 你干什么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关永年呢我 我打的就是关永年 你个机关枪 你溜门撬锁 你把我家干吗来了 叫警察 我有钥匙 我 光远那么大医生 你怎么会用我们家钥匙 你 你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给我钥匙的 他说下雨的时候 帮他收衣服 你不认识好人啊 你胡说八道 我儿子给你钥匙 我怎么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过 你去问问你儿子去 顺便 好好反省反省 你那个妈蛋的合格不合格呀 你说什么 你把我儿子藏哪儿了 你把我儿子藏哪儿了 我哪儿知道 他还没下班回来呢他 你给我说实话 给我老实交代 想念 你还没 我儿子藏哪儿啊 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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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不是 我想 我想扶你的沙发生 坐下歇会儿 要打要吗以后再说 好不好 我儿子 疼死我了这 好好好 疼死我了 别碰 来我们家待会儿呢 这么黏啊 怎么了 好 你不喜欢啊 我给你做点吃呢 好啊 你们家有什么吃的呀 其他你好像只有这个 这不是上次来你们家吃过了吗 对啊 你还记得呢 我当然记得了 当时你还给我贴了小黄鸭呢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我们家 还做那个松鼠鱼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一把刀还挺会弄 改天再给你做 好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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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凭什么呀 凭什么玩意 走啊 想不出点儿子乐意 我 不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你还没答应我 不搬走呢 舍不得了 是舍不得 你先让你们早点知我的 我也没想到 自己会 会这么喜欢一个人 会 这么想跟你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 我也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幸福 打住 继续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干吗啊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这脚不行 别问我为什么我在这儿 她是高建林选中的儿媳妇 跟我就不共戴天 尤其是机关枪 天天拿着枪吐吐我 不可能跟我做亲家 挺好 我觉得挺好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你们干吗呢 别管 这儿 烧崩用膳 烧崩 干吗 神神秘秘的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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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衣 你疯了吧 你给我买泳衣干吗呀 我平时不游泳呢 你之前不游泳 并不代表你以后不游啊 什么意思啊 这么着 我那大学同学 那好哥们大红 记得吗 嗯嗯嗯 他也刚开一家泰国餐厅 怎么了 你看看 你看 是不是 那在泰国 他在曼谷正进那个 进了他链呢 他是这么着 他呀 要找合伙人 这不就联系到我了吗 我一想 这倒是个好事啊 所以你想 如果说这事成了的话 那你就是办个老板娘啊 你将来不得经常去泰国啊 阳光 沙滩 你 边游泳 边开发新菜 你这游泳衣肯定用得上了 这八字还没品呢 合伙人 你是不是忘了呀 我们还欠雨晴三十万呢 你拿什么来入股啊 我正是为了早点 能把雨晴这钱还上 才想着入股的 你想 单靠咱们工资载 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啊 我算了算啊 如果这家餐厅它正常营业 这利润够的话啊 不出半年 连本待息 雨晴这钱绝对还上 那万一要是赔了呢 这还是有风险的 是 是 肯定是有风险 做什么都有风险 是吧 所以说前一段呢 我就实地考察了一下 不仅他们那家饭馆 周边两三家 一到饭点 那人流量大了去了 都是等座的 所以说呢 客流没有问题 而且说 现在人那都爱吃泰国菜 大厨又是直接从泰国 直接请过来的 所以赔的这种几率 极低 你这么一说吧 我还真有点动心了啊 早点把雨晴的钱还了呀 就是嘛 你瞧瞧 你瞧瞧你 这只想着你妹 这不关心你老公我 我 我 我关心你 我怎么 你 我知道你一个人养家不容易 老公你放心啊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我把我攒的六万块钱全给你 才六万哪 不够啊 人家这一入股都 几十万几十万的 而且人说了 十万以下 不带着玩啊 十万啊 行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凑七十万一定给你 喝嘞 咱家能不能发家致富 都看老婆你了 来来来 怎么着 让我们去伺候那大碉堡 好 你逗我弯吧你 爸 不是伺候 就是 灵力之间互相照应一下 帮助一下 怎么了 你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不是 你说啊 我好心好意 帮着清风收衣服 他不问青红皂白 进门都打我 我去 还有 把咱们全家人都当成贼一样 现在 那把他当奶奶共的 姥姥 姥姥 那 在公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阿姨是什么脾气 肯定是你惹着人家了呗 就是 爸 其实换个思路去想 你去帮了他 相当于变相地帮我 帮清风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好好工作 是吧 雨晴说得对 你不是一直想让人家徐大夫 做你小女婿吗 那你还不赶紧地搞搞关系 套套近乎什么的 你还能 只要人家儿子 不要人家妈呀 反正呢 你要是不帮我 那就没人帮我了 走吧 你说话 行行行行 那好吧 我就当是为了我未来那个小女婿 这才能给你吃呢 要不然就饿着你 有人 早 徐医生 早 上班了 这 好 我是飞行员 女飞行员啊 真不容易啊 你也住七楼 我住七零一 七零一 好 走啊 藤主任 好 去那边走 去那边走 咱上班呢 上班呢 好啊 你这孩子怎么样了 这孩子真是让我操睡了心了 现在这个孩子作业呀真是太多了 我也是啊 真操心啊 齐医生 前一阵啊 我碰上你妈了 你妈托我呀 给你介绍个对象 怎么样 谢谢曲姐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是吗 那不好意思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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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新鲜的相机啊 对 我昨天刚做手 怎么样 休息好啊 休息出去玩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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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徐阿姨的脚怎么样了 昨天看着好严重啊 没伤筋动骨 但是得养几天 没人照顾她 她最近都得住我这儿 我跟我爸妈说好了 你不在的时候 她们过去帮忙 她们同意啊 当然了 高兴着呢 放心吧 太好了 晚点儿 我发微信告诉她一声 清风啊 你完成了一页A型主动脉 甲孔手术 手法娴熟 判断也很果断 做得非常漂亮 高院长 您过奖 心血管疾病 是心外专业的 最后一块壁垒 高难 复杂 高危 我一直希望 在这个领域能有所突破 清风啊 刻苦钻研 严谨认真的同时 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呢 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那就是选择了终生艰苦的 学习过程 所以我希望你张持有度 平常也要多找机会休息啊 对了 雨晴她父亲 出院以后 我就一直没见过她 怎么样她们一家三口 都挺好的 雨晴也好 关叔叔也很稳定 好好好 不错呀 雨晴是个真性情的姑娘啊 出色却不自傲 懂事却不事故 能遇到一个像她这样的姑娘 是好福气啊 但是真爱之路 从来都不是平淡的 爱情当中的苦和乐 始终都在做斗争啊 爱她就要拿出你功课难关的 魄力和坚持 谢高院长 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了 其实认识雨晴以后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情 如何爱一个人 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好 真好 拜拜 还不我擦了 刘初心 你这膝盖也不要来顶啊 蹲着不行啊 好了 好了 刚饭点了 秦峰妈 我去给你弄点饭吃吧 不是我没有胃口 您知道我不想吃 没胃口也得吃 大夫说了 吃了对身体好啊 恢复得快 那个我给您包个鸡汤 再炒两个 我再拿手好菜 尝尝我的手艺 怎么说 包汤啊 不是现在你已经来不及了 鸡汤最起码得包三四个小时以上 才能入口 你这样吧 我就来点这个虾仪扇背 我先那个补补补补补补 这什么蛋白质吧 刘初心 听不懂人话呀 包鸡汤来不及了 不用包了 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脸 自个儿补得多好啊 粉扑扑的 好 老关啊 那个 衣服都晾完了 麻烦您一下 就我们家这个吊灯啊 您得帮我里里外外的擦一下 我是一个礼拜擦一次 你要我这脚动不了了 我就得麻烦您了 要不然灯这一打开的话 全都不亮 你看上面那灰尘 都把那亮给挡住了 你知道吗 搞什么呢 梯子呀 就在那个卧室呢 您自己拿 和尔您早就预备好了 对呀 我就给您准备着拿 行 行 快去 快去 贝贝 贝贝 老 老公知道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 你要不就你就 闭嘴 闭嘴 贝贝 你真的多少天没打理我了 你都把我拉黑了 不是 你咱俩都住一屋里 连句话都说不上 你知道我这心里什么感受吗 那你说说 错哪了 第一 我不该擅作主张卖我姐的车 第二 我不该在工作中 遇到一点点挫折 就缴械投降 我应该迎难而上 既然别人能开网约车 凭什么我不能 说一千倒一万 我就是不能吃苦 我辜负了你和爸 对我的期望 我简直罪该万死啊我 贝贝 你看我这检讨不深刻吗 明白 一定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定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我回去一定认真检讨 一定 我 我以书名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种事 它就得从思想根源上纠正啊 对吧 贝贝 我求你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行吗 我就问你一句 这车卖了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你没想好呢 不是 只要是我最近 光琢磨得怎么哄你了 我没藏着水面想别的 那还是我的错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错 我的错 前错晚错都是我的错 你永远都是对的 好吗 拿着 这什么意思啊 这里面啊 有逢年过节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给我的红包钱 还有我平常 一点一点积攒的工资 再加上 我买小基金挣的钱 总共有十多万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 我不要 你这么骂我的吗 好 再买一辆车 再买不要 嗯 震雷 你真的要为我们的未来 好好做个规划了 不能再这么不务正硬了 我知道 开网约车确实是很辛苦 但这起码 是否稳定的收入吗 咱不能总指望着 靠父母和姐姐 咱们自己靠自己 那日子才过得踏实吗 这些钱 我原本是打算结婚用的 但是现在 你的工作更重要 所以我已经决定 先给你买车 贝贝 你对我真好 但是钱我不能要 我没这脸 拿着 咱俩这交情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贝贝 我发誓 我关枕了 一定不再辜负你的期望 我一定好好努力 好好挣钱 我不再让你生气了 我也不再让你操心了 这还差不多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上回你说 要重新考虑咱俩的关系吗 下得能差点抑郁了吗 这戒指吗 我就先暂时收下来 至于要不要戴上 以后看你表现了 行 不过郑雷 我相信你 我相信 你一定会为我改变的 好了 我们快进去看看 看你到底喜欢哪辆车 我对车 可是一点都不懂 其实我就喜欢你这辆 限量版 先就是排的 你要是好好听话 我让你开 别啊别 我让我开吗 我这憋了多少天了 我这都憋出车瘾了 烈乎不霸道你啊 赶紧死了 你什么时候搬家呀 搬到来告诉我 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呢 给你商量商量呗 看一看 你的房子能不能再借我 住一段时间啊 我付那个市场价 还有高的房子给你喊 打住 这房租是小 八卦是大 你这不同寻常反应 不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没怎么 那那为什么突然就不搬了呢 不会是你和那个谁 那个那个 好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跟徐清风 正式开始交往了 真的假的呀 不是 什么时候的事 那个谁先住的谁 你们在哪儿约会的 你们那么多干什么 不是 你先住 徐医生 今天手术都完成了 晚上有时间吗 你吃饭 我晚点安排 每天吧 好 那我走吧 徐医生 这里有两个出院单身 你去不去 徐阿姨打了五六个电话 到护士台 她说发微信 您一直没回 要您下了八了赶紧回家 她说她身体不舒服啊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儿子 妈妈头还会疼 我 我是不是血压上去了 我的心脏吧 妈 妈 别紧张 我一会儿就下班回家了 好好好 爸 妈 你这腰就是老伤 回来了 是是 你这是老伤 咱们 你说咱们徒的什么码呀 这就叫费力不讨好 那怎么了 散了 让对门气的 又吵架了 吵架 我跟你妈 好心好意地过去说照顾她 有帮上她拖地 有帮上她洗衣服的 就差把饭背的人嘴里个 人家不单不冷情啊 还挑三拣四横眉竖眼的 你说我们图的什么呀我们 行了 行了 病人本来心情就不好 让她多唠叨几句呗 咱就装没听见不就得了 什么叫装没听见 我耳朵好着呢 儿子啊 回来了 赶紧的洗衣手换衣服吃饭 您怎么还做饭啊 我这儿打包吃的了 那不行 妈再还不给你吃热乎乎的饭 来 快点 妈 让您在这儿是方便照顾您 您怎么还干活啊 那妈照顾你还不是应该的 从小到大 妈不是一直照顾你吗 我看看这脚啊 好多了 没事 好多了 这肿消多了 妈 一会儿吃完饭啊 把药吃了 我再给您热敷一会儿 我估计有两天 应该就好了 妈有儿子真好啊 行啊 妈是没白疼了 儿子 你坐下 妈妈呢 有几句话还想跟你说说 其实妈妈这一辈子 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学习好 工作好 身体好 家庭好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我没有奢求 前一段时间我觉得你 你 你误会妈了 妈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你 赶快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 结婚生子 但是我 我为什么层层把关呢 是因为我呀 做调解工作这么多年 我请过的太多太多了 还有我自己的婚姻啊 那都是惨痛的教训儿子 好了好了 过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结婚不难 记忆们好亲难 如果说两个人能够 白头到老 难上嫁难 有多少人结婚变成结仇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今后两个家庭啊 它结合在一起吧 就特别像那个 在单位上班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一个单位 只能有一个最高领导 你比如说 七零一和七零二 咱们两家结婚了 结合了 那今后未来 到底是我说了算 还是机关枪说了算呢 妈 谢谢您这么认可雨晴 认可我们的感情 您都能想到这个层面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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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妈 真的 我不是 这个谁当一把手的事 到时候咱们可以讨论 不是 你听我说 只要您认可 二三 你听我说 机关枪今天两口子来照顾我 妈这心里啊 特别特别感激 但是 为什么不欢而散了 你以为这个机关枪就照顾你 讨好你 是为了你和关雨晴吗 错 儿子 他为谁啊 他为他小儿子 他是个无底洞 教你受得了吗 所以你听着我说啊 儿子 妈不但是为你现在着想 妈还为你将来着想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妈 谁当一把手到时候可以讨论 你还是我亲生亲养的儿子吗 原装正品 爱马仕女士手提包九八星 附件齐全 这是老公送的生日礼物 每三个月保养一次 无任何划痕瑕疵 请多多关照 非诚勿扰 不是早知道了 我就多待几次了 警察董事 你说什么 震雷 你撞人了 行吧 警察董事 他 他肯定是没留神 不是诚心的 被撞的那人没事吧 幸好急着送到医院 现在脱离危险呢 但撞人的不是你儿子 开车另有别人 叫陆大鹏 陆 这 这是谁啊 根据车祸现场判断 驾驶员负全责 需要承担商者的 全部医疗费用 可陆大鹏说他没钱 还推委说车不是他的 根据他的说法 我们联系了关震雷 才发现关震雷和陆大鹏 都不是车主 关雨晴才是 按照交通法的规定 如果肇事者 不能承担相关责任 最后都得由车主来承担 这 不 那个 关震雷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把车 让别人开你啊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也了解清楚 是关震雷私自把车 卖给陆大鹏 中间还牵涉黑车交易 属于另一个案件 等处理完赔偿之后呢 关震雷还得协助我们调查 警察同志 他还是个孩子 您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爸 小三十了 还孩子呢 现在祸害自己一家人 以后祸害到社会上去 就没有口头交易这么简单了 犯法是要坐牢的 行 你放心吧 经常坐这儿 我回头一定好好的教育他 关雨晴 如果卢大鹏和关震雷 都无法赔偿 作为车主你得负责 这样车先扣下 你先去医院交十万块押金 让伤者好好治病 之后的赔偿呢 你们双方再协商 我 我知道了 那个我一会儿就去医院 关震雷可以先回家 后续的事情 我们会进行电话处理 请你们务必配合我们 好 警察同志放心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那好 我们先回了啊 来 不好意思啊 慢走啊 你站住 干吗去啊你 回家 雨晴啊 进去 这惹事吧你 雨晴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汪洋补牢也是补 回去呢好好劝劝你弟弟 他还年轻呢 以后的路长着呢 千万不要把路走弯了 阿姨 你说得对 那 那我 我先进去了啊 好 放心了 没事 行了 关震雷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往个月车开得好好的 你怎么不声不响 把车给卖了呢 弄得今天警察都上门了 还能为什么 没钱 你说你要结婚 我们二话不说 把房子腾出来给你 对吧 你说你要找工作 你二姐把他自己的车 拿来给你用 你还要怎么着呢 你怎么不声不响 把车给卖了呢 你到底拿那个卖车的钱 用来干什么呀你呀 买钻戒呀 我一早就说了 要买钻戒给卖卖求婚 我言出必行 我得说到做到 是你们一直不管我呢 这我逼的嘛 你能不能不用去想 这种歪门邪道的办法赚钱呀 你什么时候 能够自食其力呢 我真的是管不了你了 王雨晴 我以后日子长着呢 我什么时候自食其力不行啊 你非要赶着我结婚 跟着节骨眼上拖我后腿 行了 反正我车也卖了 钱也花了 要不你把警察叫回来 给我靠走 爸 您想打就打吧 只要您能消气 我还多少打都行 实话跟您说了吧 我也是实在逼得没招了 现在干网约车的生意不好做 我起早贪黑干一整天 我也挣不着两百块钱 这关雨晴还逼着我每月交 两千份子钱 我连口饭都吃不上了吧 我这心里一着急 就犯糊涂了 关震雷我问你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放心 用不着你 我告诉你 关雨晴 我们家贝贝 用她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 给我买了一辆新车 不是 你怎么能花女孩子的钱呢 就是啊 你花着贝贝的钱 哪儿行啊这个 爸 放心 我跟贝贝早就不分彼此了 我为什么跟他们家亲呢 因为他们家才真正把我 当成一家人 你再看看关雨晴 关大机长 就对我一人抠 你好意思啊 你别忘了 你卖的这个车 车主是关雨晴好吗 还有 我一会儿还得去医院 给你交那十万块钱 那押金呢 来来来 手机给你 打110 把景潮叫我来套走 打交打你别打呀 拿你自己电话打 别惹我啊 关雨晴 你不就想嫁给 对门那白大褂子 小心我赖你们俩一辈子 关震雷 祝你幸福回见 宝儿 上哪儿去啊 自首 什么你 吃口东西带走 不吃人都玩弄到哪儿行啊 他还有脸吃呀 你就惯着他吧 不 我去 那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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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去 你是不是想把你这公司搅和黄了 是不是 妈 你还手机黄给我的 不给 必须对你采取强制性作诗 要不然大道理我发现 你根本听不进去 医院找我怎么办啊 我给你手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走着 小贝啊 把车开过来 苏总 这是 这是我公司的车 老孙啊 今天晚上玩得太晚 大家都累了 就用我的车送你们回去吧 苏总 今天我们招待您 应该我们把您片送回家 您这真是细心周到有可局 感谢 再次感谢苏总 感谢 感谢 苏总 太谢谢您了 谢谢您 苏总 客气了 老孙手下都是强将 有机会多交流啊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 快 加苏总微信 加完微信写上名字 让苏总知道 谁是谁 老贝 累不累 嗯 累 再奖励一下 再奖励一下 小心 小心 放心 我早就侦察过了 咱妈在睡美容觉 咱爸的呼声 多美妙 来 来 什么呢 今天累得我脏了不想洗 别闹疼了 哎呀 都怪我 今天去了趟关友情家 都没来得去去接你 怎么去二姐家啊 卖车的事情她们发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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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